决战开始 蔡斌赛前收喜讯 李盈盈龚翔宇夺冠击击率获在加码 女排是联赛第三战决赛马上就要开始 在开始之前蔡斌也接收到了一个喜讯 而这个喜讯或许也会让李盈盈 龚翔宇和丁霞等人在比赛中的夺冠击率在加码 为什么要这样推测呢 第三战的比赛是在今晚十点开始 但波兰女排两大超级边攻核心马泽克和斯蒂夏克 都缺席了这次比赛 其次就是韩国女排 她们的主力自由人和核心复工分别受了伤 都无缘这次决赛 虽然这对于波兰女排和韩国女排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但这对于蔡斌和现在的女排姑娘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讯 因为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就会面对巴西女排 而巴西女排的教练又正好是多米尼加主教练马克斯 这就意味着这个教练将会指教两个女排 在这样的局面下会分心 而目前中国女排和巴西女排的比赛阵容已经准备完毕 这三个女排目前的情况能让女排节省下更多体力 这也是为什么要说李盈盈 龚翔宇和丁霞等人在比赛中的夺冠几率或大大提高的原因 而大家应该都知道 女排姑娘们今晚会面对巴西女排 巴西女排也是世界排名前三的强队 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和个人数据一直上不去 而咱们只要击败了巴西女排 信心将会激增 能激发女排队员们更多夺冠的野心和活力 所以这个消息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 按照现在的女排局势来看 主力方向虽然有李盈盈 但主攻方向只有她一个人 单纯的依靠金叶和王云露来配合李盈盈 会让李盈盈打得很累 后期还会有透支过度受伤 在此刻陈佩妍的加入就是最好的渲染 不过虽然新加入的陈佩妍可以在接应和主攻的位置上穿插 但体力方面依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除了李盈盈之外 在接应方的龚翔宇和二传位置的丁霞体力也依然影响着整场比赛 在第三战决赛名单中咱们也可以看见 蔡斌换下了一部分的心愿 将高益 杨涵玉和蔡雅倩等人换了上去 这也意味着丁霞 李盈盈和袁新月等人会重新和新人做衔接 并且要适应一部分时间 这对女排在比赛中十分不利 同时袁新月的状态是否恢复大家也都不清楚 因此球迷们依然十分担心目前女排的局势 而事实上这是蔡斌目前能做出的最好的调整 新加入的陈佩妍能打两个位置 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主攻和接应的阵容 同时也能让龚翔宇和李盈盈的注意力更加集中 得分几率暴涨 二船的凋零与被蔡雅倩替换 也能让丁霞有喘气的时机 但具体效果是什么样的 还是要看她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现在比赛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巴西女排虽然换了一个执教教练 但她们的实力和阵容目前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在世界排名中依然处于霸主的位置 女排姑娘们既要击败这个女排 又要提升自己在世界中的排名 难度和挑战超乎大家想象 只要击败巴西女排 后面的比赛也不足为据 希望女排姑娘们在今晚的比赛中 能一鼓作气成功拿下总决赛 夺得冠军 那么大家认为女排姑娘们 能在今晚的比赛中一举拿下巴西女排队 获得进入总决赛的门票拿到冠军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热烈讨论 我是杂匠体育圈 关注我并点赞本条最新视频内容 就能解锁更多女排赛事资讯和名人动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